将修行落实于生活,将佛法应有于人生,欢迎来到禅心学院,聆听达观师父教会,开启智慧人生。 畅谈六祖谈经一一二,一切平等,整理者心灯,读诵者心音。 宗曰,何不论禅定解脱,魏曰,唯是二法,不是佛法,佛法是不二之法。 印宗法师在教大成,且是醍醐味的涅槃经。 却不明白直了见性的问题。 他听完六祖开示之后,内心仍然有疑问。 便问曰,为何不论禅定解脱,不谈这些修行的过程呢? 六祖谈计定解脱,有违法是二法,一定是分别对待的。 比如,做与不做,要与不要,皆是有违法,就是生灭的。 只要一对待,就会产生敌对,只要有两边,就要选择一边,这就是陷阱。 你左右为难,即两边,你不明白两边是不二,所以,你无法化解纷争,纠纷。 这不是佛真正要讲的法,佛只是因众生根气不同,没有办法,才讲一些次第法,对待法。 佛真正要讲的法,是无为法,即不二之法。 所谓不二,即没有分别,对待。 金刚经叫我们破四相,我相,人相,众生相,受者相,即是二。 一切皆因我而产生了对应的现象,这并非佛要讲的法, 亦非本体,本体不可撕裂。 本体中没有这些概念,即六族所言之,不思善,不思恶,善恶,即二法。 你若不明白,就会在不二中产生二,从而苦不堪言。 你很痛苦,所以要追求一个快乐,很穷,要追求一个富贵。 生病,想要健康,很笨,想要聪明,很卑贱,想要高贵。 别人很轻视我,想要他尊重我,迷,想要悟,使众生,想要成佛,佛经不懂,想要懂。 以上种种皆为二。 看到别人懂,你却不懂,那也叫二。 那不是我的是,亦是二。 我对,你错,或都是你对,都是我错,那都是二。 人就是现象,以现象来讲,当然有所不同,一般人活在象中,身体和心皆是象,这个世界亦是象,这个象是变化的。 你一直期待象怎么样,简直是痴人说梦话。 象是不可能配合你的。 在象上打转的人,极是凡夫,因为无法看到他的自性,本体。 乞丐跟国王是一样的,指的是自性。 不学佛之人,听不懂自性之说,那么,就以他们听得懂的概念来讲,国王跟乞丐都可以快乐,老板跟员工都同样有自尊。 世间的真相并没有分别对待概念,它可以创造森罗万象, 而森罗万象中,每一个皆是平等的。 你不平等,那就是二。 就是有大跟小,美跟丑,好跟坏。 人们讲究民主,平等,博爱,但却没有几个人懂得真平等。 真平等,不是每个人都赚五万块,或者所有人都没有钱。 若小草以这样的角度来求平等,那就应该把阿里山的神木砍掉。 男生跟女生也不可能平等,因为男生力气比较大,女生力气比较小。 我抬五十公斤,你就要抬五十公斤,这并非叫做平等,那叫做愚痴。 只是在折磨人罢了,真平等是不可以量化的。 真平等是,你有什么样的能力,就用那个能力赚五万, 而我,以我的能力赚三万,我们很平等。 按照每个人的付出,得到的收入是平等的。 而且,每个人互相尊重,这才是真的平等。 文后思维,你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平等吗? 心平何劳持戒,行职何用修缠? 感恩六族会能大事开始,感恩达观师父教诲, 感恩您的聆听,感恩生命中的遇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凡事业的耳寡其 história。